现在我们学习佛法 所有佛法都是佛讲的 都好 没有不好的 关键是这些方法 一定要适合我们自己的本心 可不要说 佛讲完了 我们把大仗经一百 每个都好 全学 我们也要找到 自己适合自己的一门 然后照这个一门 一门深入下去 我们现在有缘 接触我们六部曲了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 最基础的东西 一方面我们照五界十善 要求自己做到 慢慢的消灭 消除贪嗔痴 另一方面 我们要坚持功课 坚持拜颤 送经念佛 也同样是不立佛 永远依靠佛 要靠佛的力量 佛会 护持我们 保护我们 大师菩萨讲 一切如来 如母一子 永远是这样 我们现在开始 如 开始义母了 我们开始 开始念佛了 想佛了 一经拜参念佛 忏悔业障 消除业障 开始想佛了 这个时候就像佛 一念我们一样 很快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毕竟见佛 通常是不假方便 自作心开了 我们修的就是 大致这个 寻修法 寻修 不断的寻修 寻修到业障消除了 身心清净了 福德增长了 念佛精进 信愿性非常的坚定 我们同样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就这么无神法人了 就跟这个诸佛菩萨 这个阿罗汉 修正是一样的 这是最 对于现在社会 最方便 最荣誉 也能够修正成 如果我们自己 找某一个 一方面 可能我们 没有合适的老师 另一方面 实际上社会很复杂 现在你想找点时间 空音时间都很难 忙忙忙的 每天手机都不断 你修这个 马上一个电话进来了 早要打断了 很难修 所以这六部曲 就是给家庭 现在是和现在社会家庭 是和现在众生更新的方法 不离开现有情况 不试图改变现在的结构 中共现在社会的结构 慢慢改变自己 用五阶式善 用佛的教诲 慢慢从内在上改变 用佛光明灌输我们的身心 让自己的身心啊 像佛一样 光明起来 变化 变化 我们现在同修们 每天在我们网站 登记啊 在家修行 功课 学习 感受 看这些同修们修行 从初期的艰难 逐渐的进步 逐渐的到修行 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感受到佛法的修行的妙处 慢慢啊 走下去 逐渐就能够成就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同修达到了这个阶段 天天呢 很精进 同时呢 行住坐卧 甚至包括睡觉之间 都是佛号 今生 常规文 不讨 自然提起 看世间一切都是欢喜 快乐 自责然然修下去啊 就进入念佛三昧了 一直修行坚持下去 把我们各种的业障 消除 各种的业在偿还 慢慢的清静 洁净 慢慢的升华自己 逐渐的 越念佛 越快乐 临终啊 必定茫盛西方 这是我们现在社会啊 现在时期 学佛呀 最好的办法 这样的话 长期寻修啊 一定要就 长期寻修 其实很简单 就是坚持两个字 千万别说 我念了两百步了 地藏经了 我念别的 或者我念了三百步吧 开始再又找别的了 这个可能修行啊 不能够长期坚持 不能够真正的长期减效 就可惜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 如果从这个方法受益了 我们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坚持一辈子啊 坚持一辈子受益 让这一辈子身心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身心清静 福德增长 这一辈子争取 修下去啊 一直修到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再见 咱们就出